宜蘭南澳高中校長領選出現了種族歧視的爭議 有鄉長還有部分家長抨擊領選委員會 刻意的在第一輪的時候 就淘汰掉原住民級的校長候選人 這在宜蘭南澳鄉是原住民族地區 南澳高中就有超過八成的學生是原住民級的學生 如果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地區的學校的校長 必須優先禁用原住民級的校長 南澳高中因為現任校長退休 需要領選校長 第一階段兩位具有校長資格的原住民級候選人來競爭 不過兩個人卻同時雙雙都在領選委員會 被打回票都沒有通過 結果就是現在第二階段 可以開放給非原住民級的教師來競爭 而且已經有人登記了 難道第一階段兩位原住民級的校長 都沒有資格當校長嗎 有鄉長 家長 會長紛紛不平 認為現教育局縮使領選委員會部分委員投廢票 有種族歧視之嫌 但現教育局否認這樣的指控 表示都尊重領選委員的自主性